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处在第二位 是吧 这个战略布局 战略策划 营销沟通 媒介运营和实务操作 它是处在第二位 但是呢 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 在学习的时候呢 先来学这个战略策划 这个部分 先学这个部分 具体原因呢 这里我就不不再细说 因为我们在第1个视频啊 这个整个课程总览介绍里面说过 是吧 一句话就是 你先学习这个战略策划 会有利于你对整个这个营销体系的什么 一个掌握啊 有利于你对它的整个的一个掌握 所以说呢 推荐大家先来学这个部分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采购决策的结构要素 那么我们从这个 这个自门意思来看 客户或者买家 那么他进行一次采购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行为 是吧 那么这个行为呢 它是一个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流程 它就有一个结构 那么 组成这个结构就有它相关的什么 组成一些要素 我们 我们只有了解这个结构 了解这些要素以后 我们才能够 有效的根据这个结构怎么样 去做出更加有效的销售的行为 所以说呢 这个结构要素 我们会放在 第1位来讲 那么我这里呢 随便举几个例子 这是我们做帽的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会经常遇到的 是吧 在做业务过程中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呢 我们 我随便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 客户呢 说我们价格比其他同行的要高 拒绝接受 这是我们遇到的 是吧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再比如说客户呢 要求是 LC 是吧 信用证付款 我们呢 只接受TT 再比如说呢 客户要求30年交货 但是我们最快呢 也需要45天才能交货 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呀 这些问题呢 是我们私通见惯的一些问题 大家可能有疑问说 这些问题和我们要讲这个结构要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这些问题 都是一些很表面的 就是一种表象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你能不能够解决 或者说你用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那么你的解决能力从哪里来 那么你就要去了解 客户和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 在谈 这属于我们就如果说这种谈判的过程的话 在谈判过程当中 他做出这个决策 他这个决策过程是什么样子 决定他这个最终决策的这个要素 掉的有哪些 你只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 那么你再遇到这些问题 或者类似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你都能够有效的怎么样 有效去化解 提出一些对你自己来说 最有效的什么 或者最有利的 一些这样的解决方案 或者说这种销售的思路 所以说呢 这个采购角色的结构要素 在整个我们这个外贸环境当中起的 非常非常重要 或者说 我可以把它称之为什么 是一个核心的 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很多我们很多做帽的朋友啊 这个觉得自己这个外贸能力 不行的时候呢 可能更多的是从 是从这个 营销沟通这个能力去着手 包括可能你的老板也好 可能你的领导也好 或者你代理的师傅也好 可能也都在强调说你的经验还不足 你的能力还需要提升 但是这里呢 我首先 还是要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说 跟大家说 首先需要培养的怎么样 或者需要掌握的技能呢 不是这个 营销沟通能力 而是这个战术 战术策划能力 战术策划的起点 核心起点就是这个 采购角色结构要素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 那么 关于这个结构要素呢 这里我有一共是分成三个大的部分跟大家去讲解 一个呢是这个 商业意识 第二个是决策要素 第三个是实践 就是我们通过实践去去具体去了解 了解这里面 那么实践里面的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个谈判的基本框架 以及原品 以及这个样品费的原则 这个是通过这两个 这两个例子 帮助他去很好去理解 这个结构要素 是吧 那么我们 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第一部分 关于这个商业意识 那么我在这个 第一个视频里面呢 就在这个课程总览里面呢 跟大家曾经说 这个 说金牌业务 外卖业务员的五项修炼 是吧行业知识 商业意识 营销沟通 媒介运营和 实务操作 那么其实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商业意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一个要素或者一项修炼 按道理说呢按道理说这个应该是放在 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 是吧当然这个里面的排序也未见得一定是有什么 有什么规则 但是这里我强的商业意识呢 实际上应该来说是最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我会先写行业知识 因为 现状是你如果没有行业知识 你业务可能根本就做不了 对吧当然你可能没有商业意识 你的业务做不好 是不是这两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很多 很多这个作业帽的部分你刚入 刚入行刚入门的时候你手上去你得了解行业知识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业务怎么开展不下去 你只要把行业之前了解 就把业务先做起来 工作先开展起来 那么逐步准备再去 树你的商业意识 但这里我要强调是你最终 就最终决定你 你的这个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你的外贸能走多远 你最终是一个普普通的业务人员 还是一个 金牌的外贸业务人员 甚至以后能够什么 你说现在很多人要提倡 提倡这个创业 我要自己做SOHO 我要自己 甚至于以后做外贸共产等等 那么商业意识 是核心核心要素 这里我把它标红 加书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首先就来讲这个什么 来讲这个商业意识 那么 关于商业意识呢 我们来首先看看 既然商业意识 我们首先就要讲商业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商业的本质 我们就 把它用两个字 来把它定义一下 商业本质是什么 商业本质就是交换 关于这一点呢 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只要是做商业 只要是做营销 你就是在做什么 就是在做这个交换 那么这个 我以前呢 曾经看过一个这个心理学家 就是国外的心理学家 他做的一个实验 他这个实验就是什么呢 他去 就他实在研究是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个 就是他们 就是我们人和动物之间的相互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和 就是把我们和我们跟我们最接近的 临床类动物进行对比 对吧 就我们就和这个星星进行对比 他其中有项实验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智力啊 我们人类智力发展水平 大概可能是在这个 一两岁的时候啊 大概这个智力水平就和这个星星 黑星星可能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去对比这个 星星和我们的一个差距 这其中有项实验就很典型的 把这个我们和这个动物之间的差别把它体现出来 这个什么样实验呢 是 这个这个心理学家 或者这个科学家 他给了两个小孩就两岁的小孩吧 每个人呢 就给其中一个小孩有两个苹果 给了另外一个小孩呢可能有两个香蕉 是吧 同样他给星星也是在给两个黑星星是吧也是给他两个一个给了两个苹果一个给了两个香蕉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了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现什么呢 作为我们人来说的话 我们人 下意识的或者潜意识的就会拿怎么拿自己手上的 一种资源 去换对方手上的一种资源 也就是我有两个苹果他有两个香他有两个香蕉 那我就可能拿我的一个苹果去跟他沟通 是不是能够换你手中什么 手中的一个香蕉 而这种行为的动物当中 是没有过的 是没有过的 所以说这里我把这个题外话扯进来的目的什么就是告诉大家 交换这个行为 在我们整个人类这个 这个怎么说整个这个社会当中 或者说生活的各个 这个就是说怎么说 这种各项活动当中 都是普遍存在的 它是我们天然的一种 天然的一种意识 就是说商业的本质 就是交换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 与生俱来的一种意思 说说这个地方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东西表面的看见好像说这好像是说的是无意义的事情是吧 谁不知道商业商业就是已经交换的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对对我们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意思还是比较比较淡薄的 是吧 那么这个后面我们我们就来讲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商业意思 商业意思当然因为商业的本质交换那么商业意思你也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 商业意思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交换也是一种交换意思对不对 那么真的这个这个意思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我的百度百科上面去进行来一下简单的一个搜索就搜索商业意思 他有这种词条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什么去解释的 我把这个字放大一点 好 我们来看 这个 上面写的 商业意思是一种能够 贯彻于商业的诸多环节 我们把这些关键字把它抠出来 环节 就是商业的诸多环节 他一定要是设计的环节的 这种思维方法 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商业上的超前的 意念和想法 通过对商业未来的展望和过去的这个什么经验的利用从而取得这个相应进步 这段话我觉得 比较空泛 这段话我觉得比较空泛 那么下面这个话呢我觉得就是比较比较这个什么比较具体的 那么他 大概罗列了几点 就是你具备商业意识的几点这个特征 第1个是什么呢 市场洞察力 市场洞察力他也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发现这个商机 或者说发现问题的 一种能力 这个我们在后面去讲这个采购角色的心理流程的时候 或者去讲这个销售 销售步骤流程的时候 就会有这一个 就这是第1步的 发现问题和发现商机是整个销售的 起点 或者说整个营销的一个什么 整个营销的一个起点 所以说他说商业意识里面有一块能力是市场洞察力 第2个能力是反应能力 反应能力 反应能力是什么 他说是 制定相应策略的 一种能力 这里有两个字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策略 对吧 什么是策略 对不对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出了我们 这个营销过程当中 外面过程遇到的问题 客户说 我就要30天 但是我们只能45天 这个时候怎么办 单子直接丢 直接丢掉吗 还是你有什么这个方法能够说服客户接受你的45天 对吧客户说我就要用lc 那我们说tt 那么你有没有能想出新的办法能够让客户怎么样 去接受你的付款条件 或者双方想到一个折衷的一种方法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策略 那么他这里叫什么 叫反应能力 是吧 第3个是执行力 执行力就是什么 就执行这个策略 对吧 所以说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我跟大家说 这里面的核心的能力 就是我们说谈这个 商业意识 或者交换意识里面核心的能力呢 就在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就在这个反应能力 也就是他说这个 制定相应策略的 一种能力 那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很明确的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知道是要制定相应策略 那我怎么去制定策略呢 这就回到了我们 我们之前讲的关于这块 我们就说 一个采购决策的结构要素 你你只有了解的要素 你才可能根据这个要素 是吧 去制定出相应的有效的策略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后面去讲这个 决策要素的核心原因 那么这里我们说 什么是商业意识 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 那么这里我想 多说一下的是什么呢 根据我自己 工作这么多年啊 包括这个 这个 现在经常去招聘新人 培训新人 那我发现呢 我们很多做帽的朋友呢 这个商业意识呢 是比较匮乏的 比较匮乏的 当然我说一点 这个比较匮乏 并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足 并不是你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们整个中国社会啊 或者我们中国人的 普遍缺乏 普遍缺乏这种商业意识 其实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啊 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全世界范围来说最会做生意是谁呢 工人是犹太人 对吧 犹太人现在是 最会做生意的 你像华尔街这些大佬里面 一大半都是 犹太人 对吧 包括美国的美联储 这几任主席 什么这个 柏南克啊 什么这个 格林斯潘呢 包括现在耶伦呢 这都是犹太人 所以说 犹太人是 是是什么我们现在全世界工人他是最后做生意的 是吧 但是犹太人 犹太人他只有2000多年的文明是吧 他跟 跟谁 跟学谁学的呢 他是跟 跟迦南人 是吧 跟迦南人去学的 那么迦南人就像贼学的 又是像 古希腊人 去学习的 所以说 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整个西方的文明是起源于什么 起源于这个 古希腊的 所以说 因为这个古希腊 他的原来 他的这个农耕并不发达 因为他地理条件 环境决定 他们 农业不好搞 所以说他主要是通过这个海上贸易 去 这个 去吃他的一个 这个经济的一个资助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整个西方文明都是由这个 古希腊的这个文明延伸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跟这个 西方人对比的话 西方人的文明里面带有强烈的浓厚的这种商业意识在里面 有很强烈的交换意识 这是他们的一个 一脉相承的这个 这个什么历史 历史环境 所决定的 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说我们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我们的文化什么 我们的文化是农耕文化 对吧我们是这个什么这个是土地文化 所以我们 自古以来啊这个 大家应该学这个历史都应该有这个基础知识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是一种众龙一伤的 这么一种这个什么一种就是 试掌意识形态是吧 所以说我们 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当中 就缺乏关于这个商业意识的这一块的 这些环节是没有的 你不管是学校教育也好啊 还是这个家庭教育也好 我们都没有没有这块内容 所以这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商业意识 商业意识怎么就比较薄弱 这个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你像现在很多市面上讲这个企业培训 或者讲员工培训都会谈的什么 他的责任责任什么呀 责任就是 权力和义务的一个对等 是吧那我不能光有权力 或者我不能光尽义务 算是一个责任就是 你想要什么权力 那么你就要什么你要尽什么义务 这就是一种责任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企业的员工这种责任 很匮乏呢 这个就是从小的一种什么就是我们意识的 意识上的灌输的缺乏 所造成的 你比如说在这个西方国家的话 那么小孩子他上幼儿园他活了以后可能 他的父母要问了什么 他不是首先问你今天学了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因为你学什么东西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意思 是一种索取意思 就是你得到什么东西 对吧但是 国外的这种父母 是吧这个 这个文明比较发达 这种国外的这种 发达国家吧 很多他会提提什么问题 你今天在学校里面 你今天在幼儿园里面 你有没有帮助别的同学 你有没有替别人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这个不是学得风 我们强谈一下 这个不是说人家就是道德 道德这个什么 我们不谈这个东西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有一种什么交换意思 就是你替你有替别人去服务的意思 自然而然你就有索取一种权利 所以说这个什么 这个是商业意识 对吧 那我们回到刚才还是说的这个案例 因为我们不管离题有多么远 讲这么多 但是最后都要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 那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 对不对 刚才说的客户说 我就要求AOC 我就要求100% 信用证这个远期 那你说我这边真的就只能接受这个什么 50% 或者说这个我们50%的前提提 50%后提提 或者怎么提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能说服对方 你就等他直接跟别人说 我就只能接受这个 不接受我们就不能做 那你生意做不成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 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新的东西 原来客户没有想到的东西 提供给他 然后去交换他的 交换他的怎么把这个付款条件怎么样 能够更优惠一些 比如说你说我能不能把我的自保 稀稍的延长一些 是吧 或者我能不能 能不能把这个比如索赔的条款 再改一改呀 或者说我可以把这个最小企业量再变一变 等等等等这系列东西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策略的一种组合 是吧 我们说这个 在这个 百度百科里面他讲这个什么 反应能力 是吧 制定相应策略 这就是这种策略 那么这种策略的思维起点什么 就是 你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去跟别人的什么 去交换别人的一个什么样的条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中国人 吹雪法商 第一个我们是农耕文化 本来这个就 这么多年就没有 第2个呢虽然我们这么多年搞这个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市场经济时间比较短 对吧我们从改革开发以后到现在可能也就30多年 实际可能真正做的好 可能也就20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很多这个刚开始工作的 或者刚好做贸易的性 包括做了很 有一批做了很长时间的 他为什么老是 就像比如说如果你听这个视频的朋友 你感觉你做了好几年 你感觉你业务老是不能突破 是吧 你很多时候你是不是你可以倒过来想 你不要去想是不是你的能力不足 或者行业不一样 你想你可以反过来想你的商业意识上 是不是是不是足够的这款能力是不是足够强 当然现在可能我这么说还比较模糊 你后面听完整个这个系列以后 那你可以再去评估一下 你是不是有这个可提升的一个点 那么其实我跟很多这个做贸易的朋友 去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沟通完了他会觉得 他有很其实有很大的 可以改善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呢是什么这个我们就说首先来说说这个 关于这个商业意思 我们首先把这个概念把它这个什么把它这个明确一下 是吧 那么 那么这个我们如果 如何去这个培养这个商业意识 那么这个核心我觉得是什么就是你搞清楚这个交换过程当中 涉及哪些要素 就是我们我们跟客户交换 是吧我们一种资源换客户一种资源 对不对我们去交换 那么 这个这些就是其中 这个决策是吧 客户要不决策跟我们购买 那么跟不跟我们合作里面是决策决策的要素 有哪些 是吧这些要素 是如何去发挥作用的 对不对 那么这 啊 就是我们 下一步 需要考虑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关于这个决策要素 这块内容 我们去esis掉 perme 怀赏 знаете 是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slam the door The snow glows wid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